今天涛哥给他带来的是加拿大恐怖电影《一切为了杰克森》 故事开始 绅士叔和贤惠婶正在家里做晚餐 这时门铃响了 绅士叔有些兴奋的说 他来了 然后老两口就去开门 然而不一会儿 他们竟然绑架进了一个孕妇 接着将孕妇拖上了阁楼 这个孕妇叫小美 而绑架他的绅士叔是他的主治医生 本来小美是来做产检的 为什么会遭遇这种情况呢 夫妻俩似乎并没有进一步伤害她的意思 他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这时屋子里走出来一个小男孩 摸了摸小美的脸庞 然后就到一旁玩玩具去了 接着夫妻俩测试了房子的隔音 发现无论小美怎么喊叫 外面都听不到 随后贤惠婶告诉小美放松一些 我们只是想让你在这里生下孩子 救救他们的外孙 小美一听就懵逼了 看向了旁边的小男孩问贤惠婶 你们的外孙这不是好好的吗 贤惠婶一听高兴的笑了 看来你是能看到他 这真的是天意呀 小美疑惑的再次看向了小男孩 这才发现男孩的后脑勺 有个拳头那么大的窟窿 原来这个孩子已经死了 他就是老两口的外孙杰克森 原来一年前 世事书和贤惠婶的女儿花花 和外孙杰克森出了车祸 杰克森当场死亡 花花半身瘫痪 脏子之痛让花花是悲痛一绝 久久无法走出 老夫妻劝了很久 但花花还是趁他们不注意 跳楼自杀了 失去了两个至亲 让老夫妻一夜之间更加的苍老 他们对上帝感到了绝望 于是加入了当地的邪教组织 成了撒旦的奴仆 并且不知道从哪儿买到了一本邪书 上面记录着 让森林死而复生的办法 老两口对着一只死乌鸦念动咒语 没想到乌鸦真的死而复生 但由于花花是自杀 上帝和撒旦都不收 所以只能是复活杰克森 按照要求 他们必须找一个孕妇 这对于妇产科医生的绅士书根本就不是个事 她选择了小美 因为小美的男友抛弃了她 家人又在外地 跟前又没有朋友 属于是最合适的人选 在囚禁了小美以后 贤惠婶还用小美的手机 伪造了去外地旅游的假象 到了半夜时分 夫妻俩正式开始做法 念动咒语以后 房间里的灯开始忽明忽暗 接着杰克森的鬼魂 真的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贤惠婶连忙呼唤她来占据胎儿的躯体 可随时这时壁炉上的一个画框 突然坠落砸中了杰克森 杰克森消失了 接着一个鸟头人身的恶灵 突然出现在了小美的身边 夫妻俩吓得一动不动 只能在一旁尖叫 不一会儿恶灵消失了 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随后贤惠婶听了一下小美的肚子 认为杰克森已经进入了小美的体内 接下来就是等孩子出生了 但是绅士书却有些担心 撒旦毕竟是撒旦 有那么好的便宜可占吗 而那个恶灵又是怎么回事 这个事困扰了绅士书一个晚上 第二天醒来 他对贤惠婶讲出了自己的顾虑 可贤惠婶却一直背对着他用牙线剃牙 这时绅士书的手机响了 打来的居然是贤惠婶 他说自己在外面买菜 问有什么需要买的吗 绅士书也是懵了 眼前这个人又是谁 这时那个人转过身来 居然是个面目猙獰 满口流血的恶灵 不停的在用牙线剃牙 牙齿一颗颗的脱落 绅士书吓得捂住了眼睛 跑一会儿他感觉有人在拍自己的胳膊 睁眼一看是贤惠婶回来了 刚才可怕的景象也不见了 而另一边 小美的同事见她几天都没有来上班 住的地方也没有人 就打电话报了警 警官黑姐发现小美失踪前预约了看医生 便顺藤摸瓜的找到了绅士书的诊所 绅士书按照提前准备好的词藏色了过去 回到家中后就又开始发愁 因为家里闹鬼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先是一大一小 两个披着背单的鬼追着贤惠婶要糖吃 接着小美又被脑袋上套着塑料袋的男鬼骚扰 险些占据了小美的肚子 幸亏老两口赶到赶走了男鬼 冷静下来后 老两口开始反思 是不是哪一步做错了 两人正在讨论这事 之前顾的蝉血宫上门了 绅士书怕被发现 就要打发他离开 谁知蝉血宫却自顾自的在院子里蝉起了血来 蝉完后对着老夫妻俩大喊 你们说的对 杰克森会回来的 说完就把头插进了蝉血机里 脑袋当场被搅成了肉泥 老两口知道 这肯定是房子里的鬼干的 但也没有办法 他们只能赶紧跑到森林里 埋掉了蝉血宫的尸体 接着夫妻俩回到了家 一开门就发现警官黑姐拿枪对着他们 原来黑姐一直对绅士书的话有所怀疑 所以偷摸的找上门来 结果发现了被囚禁的小美 绅士书心想这下完了 然而紧接着 黑姐竟然鬼魅一笑 开枪自杀了 看来还是那个鬼干的 再这样下去 杰克森不但活不了 许多无辜的人也得死于非命 老两口是良心未明 他们从撒旦教会 找来了一个长得像松悟空 经常研究邪术的小伙子 帮忙搞一次正规的仪式 悟空提出要一万美金的报酬 还得将那本邪书送给他 老两口答应了 悟空研究了一番得出了结论 当初他们邀请来的恶灵 的确可以让死者附身 但同时也等于打开了一扇地狱之门 所以不光杰克森出来了 其他的恶鬼也跟着出来了 他们也想要附身 所以必须进行第二次仪式 将杰克森一个人送进小美的肚子里 不过这个仪式必须得有牺牲者 最好是孩子的母亲 也就是小美 老两口现在管不了那么多 直接答应了悟空 但这一切都被小美无意中听到 她知道再不逃就没有机会了 于是拼命挣脱开了一只手铐 然后将旁边杯子里的水 倒在了床单上 假装养水破了 再打碎杯子藏起来一块玻璃 当做武器 接着小美大喊大叫的 将夫妻俩叫了进来 贤惠神一看 这是要生了 赶紧就过去照顾 小美借机挟持了贤惠神 让绅士叔给自己松绑 绅士叔赶紧照做 悟空一看非常的生气 上前又把小美靠了起来 贤惠神上去阻拦 结果被悟空一刀捅死 接着借助贤惠神的尸体 完成了仪式 原来这个悟空是个疯子 他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帮他们 而是为了放出更多的地域恶鬼 此时此刻屋内冒出了许多形形色色的恶鬼 他们都急着找宿主 而悟空直接被一个男鬼给附体 此情此景让绅士叔特别的后悔 他解开了小美 让他赶紧跑 接着绅士叔也倒在了地上 从身体里钻出了一只怪物 小美也顾不得其他 跑出了屋外 开上了黑结的警车 一路狂奔 然而半路上 他被一个大肚子女鬼拦住了去路 他看向的女鬼露出了绝望的表情 故事到此结束 好家伙 好久没有看到 这类型结局的恐怖电影了 总体还是挺有意思的一部电影 有些黑色幽默的韵味 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原片哟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小涛 一个爱看恐怖片的电影解说 如果你有什么想看 而不敢看的恐怖电影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小涛 让小涛来给你解说一下 最后大家晚安哟 谢谢大家